十七世纪处 处在东亚海域的台湾 除了各族原住民部落 散去各地 还有前来捕鱼 交易的中国南方沿海唐人 和一些以台湾作为基地的海商武装势力 其中包括郑之龙 当时欧洲强权 纷纷前来东亚贸易 并建立殖民地 荷兰东印度公司 为建立与中国日本贸易的据点 1620年在福尔摩沙岛 建立台湾史上第一个统治政权 本名郑森的郑成功 为郑之龙之子 母亲田川氏出生于日本 郑森 受到南明龙母帝上市 四国姓朱 改名成功 事称国姓爷 1645年 清军攻入江南 郑之龙决定详情 郑成功却坚持效忠明朝 继续在中国东南沿海抗侵 成为南明后期 主要军事力量之一 1659年 郑成功率领十万大军 攻打南京 煞雨而归 郑成功敢于满清政权 逐渐稳固 而郑军困守的厦门 金门 粮草匮乏 难以支持数万大军 开始思考攻占台湾 作为新的反清复明根据地 通义关河滨 被荷兰东印度公司 发现替国姓爷收税 因此逃往厦门 投靠国姓爷 攻打南京失败之后 郑成功正在思考 该何去何从 河滨参见凡主 凡主 台湾土地肥沃广大 四方面海 若能拿下 则可复国强兵 与满人抗衡啊 台湾 去大明不远 进可攻 退可守 却是理想据点 1660年1月 河滨的大远商館 发现许多唐商 行机诡异 前来贸易的唐船 急剧减少 于是 召集唐商 打探消息 原来 唐商听闻 郑成功 进攻南京实力 而勇意来台发展 纷纷返乡避难 他们宣称 郑成功 即将出兵 传言未必可信 但商船 确实大幅减少 国姓爷近期 应该会有所动作 阁下 根据情报 国姓爷 可能在三月底出兵 国姓爷 果然要来 派船通知 巴达维亚总部 请总督派兵支援 现在起 全面戒备 三月底 大远虽然平安无事 但郑成功 攻打台湾的船员 仍层出不穷 乌尔摩沙岛上 一片人心惶惶 1660年9月 荷兰司令官范德兰 从巴达维亚 带兵前来台湾支援 阁下 国姓爷毫无动静 可见中国军队 自制不是我们的对手 您还担心什么 不如我去讨伐澳门 弥补这支出兵的花费 国姓爷 嘴里说不打 但动作平平 你太轻敌了 千万不可松懈防备 尽管 只剩一千五百人 本凡预攻台湾 作为根本之地 众将以为如何 反主 水土不服 视为隐忧 且大远港湾浅霞 传见尽出不意 请反主三思 战取台湾 则能训练士族 恢复中心 何以轻言放弃 不妨派遣部队前往探查 若无疑虑 大军立即跟进 马将军言之有礼 反主英明 复兴大业迫在眉睫 现在不公 更待何时 目前 拒守台湾的红毛部队 不到千人 本凡近期将择日出兵 届时有赖众将之力 是 大批唐人撤离大远世界 会议被告知 郑成功下令禁止船只 到大远贸易 在此同时 燃人通报厦门 停了两百多艘船舰 而且船舰数量 持续增加 郑成功 征战静面光复 对气候的推算 相当兴奋 即使出兵当下 风雨交加 他仍积极把握赵潮实际进阁 新月牵引朝长 此来天力复武 牺牲 1661年4月30日清晨 在一片大雾中 政军趁着掌潮 从路尔门进入台江 路尔门港路曲折 船只不容易出入 荷兰人因此轻敌 完全不设防 沉默散去 热兰遮城的荷兰士兵 才看见政军登陆 阁下 国姓爷的军队 会认为船只数量不够 且必须兼顾热兰遮城的人民 毕竟我们兵力有限 阁下 国姓爷送信来了 若投降 则可依自己意愿居住在此 若不投降 则格杀勿润 1661年5月1日 政军从北线尾登陆 对河军喊话 政军近距离攻击 荷兰士兵一开始顽强奋战 但政军人数众多 河军终究溃散 四处逃窜 大元平议会的荷兰长官 经过讨论后 决定先保住热然这城 国姓爷 您父亲原本与我方协议 将大元归我们管理 为何现在突然攻击我们 过去之事与我何干 本凡仅是取回先父的领地 速速交出热然这城 及普罗明这城 若普罗明这城明早再不投降 我军将攻城不留活口 普罗明这城已被政军包围多日 淡尽圆绝 猫男石丁在上级的授权下投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魁仪不愿投降 双方经过数次小规模战役 国姓爷派遣所俘虏的 韩布鲁牧师前去招降 劝荷兰人退出台湾 然而韩布鲁非但不劝降 反而激励荷兰军民对抗到底 尽管他知道 一旦荷兰人拒绝投降 自己和同被俘虏的妻女 可能遭到厄运 敬爱的父亲 敬爱的父亲 请不要离开我们 你就留下来吧 回国姓爷那边 只是送死啊 唉 再会了 各位 请回到自己的岗位 为我们国家敬礼 韩布鲁回到阵营 之后韩布鲁遭郑成功处死 和军运输舰 遭到正军击毁 热然这层补给中断 和军状况非常厄烈 围城战 却也使人数众多的阵营 面临良荒未体 于是郑成功派兵四处屯肯 1661年7月 巴达维亚总部 派遣高雅各为舰队司令 率领船 士官兵和梁石 前往胡尔谋杀救援 8月12日 高雅各的舰队抵达大云港 海上风浪突然增强 只有部分船舰能浮给及增援热然遮撑 1661年9月16日 和军主动浮给 船只从南水道进入大云港 朝世界开火 但突然刮起大火 和军船上的火炮无法施战 导致服袭行动失败 他们继续俯首热然遮撑 1661年11月 清朝靖南王耿继茂送信给魁仪 表示他知道正成功攻打台湾 提议清和结盟 先扫除厦门的政军 再一同回师台湾 平一位同意合作 派遣高雅各率兵前往福建 航行到澎湖时 心里另有弹蒜的高雅各 却以风大南行为理由 折回巴达为养 遭到包围一段时日的热燃折成 粮食及弹药几乎耗尽 和军听闻高雅各逃回巴达维亚 士气溃散 荷兰宗士罗迪斯见大势已去 决定叛变投向阵营 罗迪斯觐见正成功 献上攻城计谋 国姓爷 目前城内缺乏粮食和弹药 士兵纷纷病倒 只要继续攻打 热燃遮成很容易被击滑 但热燃遮成坚弱磐石 不见破绽 从热燃遮成南方高地上的 乌特勒之宝下手 由制高点攻击热燃遮成的 四角灵宝即可破解 1662年1月25日 政军从北、东、南三面 猛烈攻击烏特勒之碉堡和热燃遮成 一天内射出2500发炮弹 乌特勒之宝几乎全毁 大家赶快撤退 和军撤退前 炸毁乌特勒之碉堡的残余部分 消灭碉堡内所有军火 乌特勒之宝已被攻陷 一切都完了 阿 阿 1662年2月9日 河南人撤退 郑成功正式接管热燃遮成 结束荷兰在台38年的统治 郑成功攻下台湾不到半年之后 因病过世 得年39岁 他反清复明的置业终究未能实现 之后 正式王朝在台湾深耕经营22年 这也是台湾出现的第一个唐人政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